日本語迷路 大家好,我是Jack 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大家的日本語第16課文法快速複習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句 它說前面一直是總事 那這個朝六時に 就是在早上六點這個時間點 那這個起て呢 它是由起る、起ます 這個二類動詞變成的貼型 那這邊的貼型呢 我們說是所謂的中指形 肯定的中指形 當然中指形不限這個動詞 其他的詞性也可以變成中指形 但是起る當然是一個動詞 那為什麼要變中指形呢 因為我們這邊要做一個 這個連續性的敘述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事情要講 還有別的動作要講 還沒有講完 所以呢 為了要跟後面 繼續做一個接續呢 我們只好把這個動詞 變成中指形的形態 當然中指形有好幾個功能啊 那我們這邊是最簡單的 表示一個連續的敘述 如果是動作的話 我們可以翻成然後 就是呢 在早上六點先起床 然後怎麼樣呢 朝ごはんを食べて 所以一樣 食べる變成食べて 一樣是動詞的這個 這個貼型 也是中指形 那仍然它是表示一個 連續敘述 因為後面還有事情要講 所以你還是要變成貼型 那最後再說 会社へ行きます 所以再去公司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還沒有講完的話呢 都是用中指形 一直這個往後去連接下去的 所以我們整句話 再講一次它的這個翻譯 就是說呢 你總是早上六點起床 好之後再吃早餐 然後呢 去上班的意思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句 コインを入れてから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 好所以コイン是硬幣 那入れる 是這個放進的意思 放入 就是放入硬幣 那這個提型加カラー 這個提から呢 基本上它表示是一個動作的起點 因為カラー這個注詞 原本是表示起點的意思 只是今天的起點是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說是一個動作起點 那這邊 以這個放入硬幣作為動作的起點 然後後面再去做別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呢 說它是一個確定的順序的一個用法 就是我非常確定呢 你後面那個動作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在這個放入硬幣之後做 這是很確定很強調的一個順序 好所以呢就是說 先放入硬幣 然後呢 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 再請你呢 按按鈕 那這個提ください是這個請求要求的一個用法 所以呢 我們整句就翻成說呢 請放入硬幣 放入硬幣後呢 請按鈕的這個意思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句 シンガポールは街がきれいです シンガポール是新加坡這個國家 那這個後面は這個助詞呢 我們說主要表示主語或主題 那這邊是表示一個大主語或大主題 但它順便也是說明句的主語 那為什麼特別講大主語呢 因為呢 有大就有小對不對 那小主語是後面這個が這個助詞 街がきれいです 好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樣一個句構 它是有層級的 就說你這一句啊 你這一句真正的一個主題是 你要針對新加坡去做一個這個敘述 對不對 我們說它也是一個說明句的主語 只是呢 你後面這個きれいです 你並不是直接講這個新加坡很乾淨或很漂亮 你其實是要講什麼呢 是街 這個街道很漂亮 所以街がきれいです 在這樣的一個小句子中呢 街がきれいです 那街就是這個小句子裡面的小主語 但是呢 シンガポール作為一整句話的一個大主語 所以它的著詞用わ 所以シンガポールは 那去敘述シンガポール這個 的這樣的一個敘述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街がきれいです 這整個句子來作為 你敘述新加坡的一個這個內容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句構 它是有層次的 所以日文會有大小主語的差別 好所以雖然中文我們會直接說呢 這個新加坡的街道很乾淨 那你想要翻的日文 你要翻成說 シンガポールの街はきれいです 你要這樣翻 當然其實也沒有錯 只是呢 在傳統的日文概念 他們會覺得這樣的一個句子呢 最好是要用這個 有層次的大小主語 這會視為是這個比較傳統 正式一點點的日文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句 彼女は頭がよくて親切です 好所以女生的他 彼女 那後面這個和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這個大主語 或者是主題 好那因為它是貫穿整句的 所以它是用這個比較大的主語 呃 用表示比較大的這個主語的這個和 這個主詞 那後面這個頭がよくて 這個頭がいい 頭がよい 就是頭腦很好的意思 好所以你看這個頭腦很好的這個頭啊 頭只不過是這個頭腦很好 這個句子裡面的一個主語而已嘛 所以它相對層級比較小 所以呢 用這個表示小主語的が這個主詞 那因為你今天你只會講頭腦很好 你並沒有延伸到後面說這個頭腦很親切吧 對不對 沒有嘛 所以呢 就只能用が這個小主語 那為什麼よくて 要變て形呢 因為這邊的て形 我們說它是個中指形 那這邊是よい 是一形容詞 所以一形容詞的中指形呢 是去一變成くて 那變成中指形的這個原因呢 在這邊當然是做一個連續敘述的用法 因為後面還有東西要講啊 所以呢 你用て形連接後面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這個 它的這個頭腦啊 它就是說 女生的它 它頭腦又好 然後呢 親切です 又親切 所以呢 就是你把頭腦好跟親切 這兩個東西呢 做個連續性的敘述 所以把它變中指形 那這個canojo後面用哇 代表說呢 這個女生啊 這個主題呢 是貫穿整句的 所以呢 你就知道說呢 女生它是頭腦又好 而且又親切 這樣的一個意思 是貫穿整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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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貫穿整句的